已經取得了這個競爭課程的入門票之後 我們要來看怎麼建立新的協助平台 那協助平台的網址在這邊 如果你覺得這樣要寄 有點麻煩 沒有關係 你只要進到這個Google的搜尋群 這裡有更多 那他的再更多 在這裡面 你可以找一下 這裡面沒有看到 他現在沒加進來嗎 好吧 他沒有加進來 好 就指喊你在這邊打一下 Size.Google.com 當然你會搜尋群嘴也可以 連進來之後 因為各位現在是塵埃沒有用過的 所以你的可能跟我的畫面有點不一樣 因為我在這邊已經有建立了一些 已經有建立了一些 各位你的如果進來之後 應該是一個完全空白的 這邊的畫面會比較 就是建立這個會變在正中間會比較大一點 好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來建立新的協助平台 所以各位你看我這邊有沒有很多個 所以他沒有限制你可以多少個 也許你可能一個專題 好一個報告就自我一個都OK 好 那麼我們可以先從這邊來按建立 好 建立的 按了之後呢 它上面呢 你可以選擇有一些範本 有一些範本 那也可以從這邊再去找到 右手邊這邊找到更多 看你要哪一種 那原則上這些就是給我們建立好的 那比如說像我就有 你自然海外可以發布成範本 好像我們在簡報那種範本一樣 別人只要點進去就這樣就套用 好就套用了 所以其實還蠻方便的 比如說各位也可以找看看 像我之前在那個能人家商 所以你找一個能人家商 應該這樣就可以找到 欸 這個是我的 所以假設你要看到這個範本 點一下 看到我的啦 所以你如果決定說 我確定要這個範本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套用 直接選舉 那麼你一打開 所有的那些就是都建立好了 那你就負責用修改的方式 當然你可以找看別人的 好那你也可以預覽 這樣了解嗎 不過我們剛開始先簡單一點 先不需要拍完認證的那樣 你可以為你的寫作平台命名 你可以用中文的 沒有關係 因為它在下面這邊 比如說我們這個 假設我打這樣子 你可以發現在下面這裡 叫編拿出來一下 有沒有在這裡 它會產生你的寫作平台的王子 那當然如果你覺得這個王子不OK 你也可以怎麼樣 自己在 蛤 叫編沒看過 你假設這個王子你不喜歡 因為如果你認真看的話 它就是真正有沒有 自動翻譯的 如果你就不喜歡 你可以自己打 但是就是 前提是 這個王子當然必須是唯一的 必須是唯一的 所以你可以先確認好 那麼如果你確認好 沒有問題的 就要再往下囉 你看這裡有沒有一個主題 跟我們一般建立那個部落鬼一樣 你可以選擇 看你要哪一種設計的 雖然這裡沒有很多 但是以後你可以改 好就可以自訂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沒有自己喜歡的 假設你覺得這個不錯 好 好你就選好了 那最後呢 就是點這邊 驗證碼 你把它打進去就可以了 這樣子呢 你的協助平台就建立好了 當然現在是沒有內容的 那至於更多選項部分這邊呢 你要的 做了這個說明 這個說明 在協助平台的 細節上並不會出現 這個會出現在在哪裡 在這邊 您可以看到我們這個簡報裡面 有一個有沒有 更多這個協助平台 它會出現在原始碼裡面 這是要給誰看 你知道嗎 給收訊請看的 了解意思吧 所以更多說明 不會出現在你的視覺的畫面上 在網頁的程式碼裡面才會看到 所以如果你確認這樣OK了 那麼我們就只要按建立就可以了 好 上面有一個建立有沒有 好 驗證碼 那就把畫面還給你囉 來 我們請大家來試看看 先試看看建立幾個 那當然要你等一下你不喜歡 這個是可以怎麼樣 可以把它刪掉的 那假設如果你要回到協助平台 就是把網址這個部分有沒有 這個部分你就回到這邊就好了 好 回到這邊那你就可以看到你 有建立多少個這個 這個協助平台 從裡面再去建立新的或是編輯舊的 那麼你可以從這邊看到 我這裡面有沒有還有倒數的 聖誕節存活的缸 對不對 因為我這兩天才改的 那你可以像這樣子像我們左手邊這樣分類 可以這樣分類也可以怎麼樣呢 你看喔 我也可以把我別人部落格的最近消息把它加進來有沒有 那你也可以像我們上面這個所謂的夜圈把它加進來 把它加進來 所以這樣的話你的變化就很多 那我們先來看我們剛才所做的一進來之後我選了一個版本就這樣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先來看看 當你建立好一個簡單的升頭之後標題不太喜歡 因為剛才是為了讓網址能夠唯一 所以也許你會多加一些東西 可是我不喜歡那個 怎麼辦 進到管理 管理你的協助平台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在哪邊呢 從右上角這裡 管理協助平台 這裡就有一個 這樣看到了 這個你把它點進去 也可以看到這個名稱 對不對 萬一你不喜歡的 你到這邊改變一下就可以了 如果你的是有成人內容的 而談不已的 你就把它勾起來 那邊就不會了 對了 到底有一個情形可能大家遇到 預設我們的協助平台是對外公開的 可是如果你覺得 我不要啊 因為這只是我跟同學之間的什麼 就是研究的東西或者報告 那你希望把它關掉的時候呢 你可以到這邊 這裡 有一個 有沒有 檢視這個權限 看到了 你可以從這邊去設定一下 這個 緊協助平台的作者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去做調整 預測的話 應該是 我看一下 緊持用權限 應該是緊協助者 就好了 那這樣的話 就別人就不會看到了 當然你可以邀請 因為 這樣題我不是一個人做的 有可能是好幾個人 別人的同學只要有Gmail的帳號 你可以邀請他 那他只要登錄了 他就可以到協助平台來做管理 來做管理 所以這個是各位可能有機會用到 當然如果你有需要做手機的 行動上網的部分的話 你也可以把這個勾起來 那他就會有手機的版本 手機版本 你不用重新再做 這個是 根本第一個的部分 第一個部分 就是你的那個 協助平台名稱 進來之後 就可以從這邊 來做一個修改 做一個修改 這個應該大家都會 所以等一下 你可以再 那麼 現在你有協助平台 做好了之後 其實跟我們真正 你要寫報告 要做網站 一直都要哪些 企劃師也是要 要不要先有一個大方 要 所以我這邊先 簡單的規劃幾個 當然您可以試試也需要幫我試看看 你看 我可能會一進來 我們一般一進來 這個成就首頁 對不對 有一個首頁 然後進來 就會有一個管理我的這個章案 可能需要執行的流程時間 還有一個組員 你有一些什麼 設計的規劃 可能網站規劃 下面是有其他的架構 好 那我就先以這個為主 我們來看一下 比如說我們剛剛已經做好了 你如果要就處罪 不要就取消 沒關係 也可以從這邊回到你正常的 我就離開 好 那麼 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就是我的首頁 所以萬一你要編輯首頁 你可以從這邊直接來編輯 那如果 你要分析新的頁面 就從上面這邊來 從上面這邊來 點一下 他就會問你 你這個頁面叫做什麼 我會比較建議各位 就跟你的一般的架構一樣 你先把頁面先建立好 照表這個內容 有骨頭之後再把肉長出來 所以有關於章案 執行的時間 比如說這個叫關於章案 他也會針對你的這一個部分 你看 他也會針對你每個頁面 都會有一個專屬的網址 有沒有 事實上這個當然 你要不要問這沒關係 反正他會自動產生的 好 那麼 這裡有一個範圍 我們就現在只用預設的網頁就好 預設的網頁就可以了 他會問你說你這頁面是最上層的 還是在某一個頁面之下 是首頁之下的 我們原則上這一層 就等於是在第一層 就是我們講的首頁的範圍 所以我就在最上層 你放在最上層 你看好了 所以我按建立 你有沒有發現 你現在進入的 就是一個線上編輯器的模式 有沒有 而且 有發現左手邊的東西跑出來了嗎 這個選單的部分 他就出現在這邊了 也就是你第一層 他就出現在這裡 那這個線上編輯器 等一下我們再做 沒有關係 所以我就先把它尺寸 好了 這樣就多一個了 那你就可以再增加 比如說我現在第二頁 執行的時間和流程 好 OK 那這個時候 我就是要放在最上層 並不是要關於專案之下 也建立起來 OK 所以這裡都有了 那麼我再把這一個 這個 網站規劃裡面下面有紙網站 我順便把它建立 好 你可以來看看 其實我們像這種當事在做網站 你說 整個就會非常快 OK 這個我把它建立起來 儲存 我再建立一個 可是這個我要建立的是屬於什麼 它是下的有沒有 它是下的 那這個時候你就要注意一下 這是哪一層的 比如說這個 這個是網站的架構 好 它要放在哪裡 是不是就放在網站規劃之下的 我就放在這一邊 好 各位有沒有看到 我們的左手邊 有沒有 自動會打開的 這樣是不是就比較簡單 對不對 那 這個呢 後面 一樣的動作 就麻煩各位 你來去看看 好不好 好